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一本由美国著名学者杜兰特写成的哲学故事 从上位者那里我们了解到哲学的作用和起源 分享古希腊三位哲学家的代表思想和贡献 以及培根斯丁诺沙福尔泰的哲学思想 下半部分主要讲三部分 康德伟大哲学家 二十九世纪哲学群星璀璨 三对现代欧美哲学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今天 首先我们来看看康德这个德国哲学家 如何描述康德的哲学地位 说白了就是生活在十八世纪 然而他的哲学却在十九世纪占据着主导地位 1781年康德发表了著名的作品 纯粹的理性批判 自那时以来批判哲学一直是欧洲哲学思想界的主宰 康德哲学的基本原理仍然被认为是公理 本华认为任何人在没有理解康德之前都只是一个孩子 但是康德的书特别难读 很多人认为只有专业哲学家才能读懂康德的书 甚至一些专业哲学家也很难读懂康德 为了更好的理解康德 我们先来看一看他的时代背景吧 在前半部分 我们分享了培根关于培根福尔泰的知识 在这个时代 富二代代表的是理性与思想的启蒙 他坚定地认为 科学和逻辑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 而且斯比诺沙对圣经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欧洲宗教信仰陷入低潮 理尽思想成为无神乐和唯物论的主流 康德在这一时代出现时 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那就是拯救宗教脱离理性 并且拯救了当时盛行的怀疑主义科学 康德的手段果然不同凡响 他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巧妙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下面让我们听一听蔡康德之前的康德哲学 哲学家修摩 他曾试图证明心灵并不存在科学 或者他认为心灵只是观念排列组合的结果 那些我们认为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其实只是一种巧合 那时候 他的论据看起来很有说服力 几乎要杀死神学和科学 但康德却一针见血地击中了修摩的要害 康德说 人的知觉不只是经验的积累 修摩的观点一开始就错了举个例子 我们的确需要用眼睛去观察世界 来建立视觉体验 但是 我们可以用嘴巴去看吗 道理很简单 看这个世界 就是要靠感官来积累经验的 但是 在此之前 我们有眼睛 可以观察 眼睛这个器官 本身没有经历过我们观看时的经验积累 但是它仍然是观看的关键 因此 康德得出结论 有些知识是独立于感官经验之外的 有些知识在我们积累经验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 这就是康德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 2加2等于4的方程式 确实是靠经验来记忆的 可是在我们出生之前 还没有经验的时候 2加2岂不是等于4 所以这种真理 早在我们经验出现 之前就存在了 它的存在与你我的经验无关 为什么2加2一定等于4呢 这时心灵就会出现 康德说 2加2等于4 这种真理的必然性 来自于我们心灵的固有结构 我们的生活可以改变 记忆可以改变 但是心灵的本能就像器官一样 结构是固定不变的 实际上心灵是一种器官病 是一种主动工作的器官 而不是抽象的概念 眼睛负责视觉 鼻子负责嗅觉 舌头负责味觉 而心灵则负责整合各种感官 转化为感知 那心灵处理这些感觉的原则是什么 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空间与时间 本就存在 如果他们的器官感觉不到 就无法转化成精神上的感觉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就不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无论怎样解读康德 哲学都不会简单 但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再进一步 康德将科学从怀疑论中解救出来 他提出了鲜明的辩证法 提出了二律背反 这几乎是康德对人类理性最深刻的批判 什么叫二律背反 路人已诱说 宇宙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谁说的对 谁说错了 有理智的人和不理智的人 没有 我们不知道 谁是对的 我们知道 他们是从理性出发的 但是 因为人类的五彩斑斓 我们无法超越自己的经验去理解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是时间和空间规则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无法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创造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认知 所以 二律背反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理性与科学一旦越过我们固有的界限 必然会陷入这种矛盾之中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宗教 理性神学总是希望证明上帝存在意志的自由 但康德的鲜艳辩证法却是一种警示 精神的必然性 这些词汇本身 都是有极限的 事实上 人类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种资源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如何能够用这些局限与词汇 限制的经验局限的方法 去发现并证明一位无限神的存在 因此 宗教是无法用理论理性来证明的 宗教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它是真理 而是因为它能在现实中带来道德准则 仅此而已 因此 康德重新为科学与宗教找到了存在的基础 听完上面的解释 你可能会觉得科学和宗教是一种悲哀 啊 我们从小就充满了对科学的热情 认为科学将引领我们去探索无穷无尽的宇宙 但是康德告诉我们 我们所能探索的世界 很久以前就存在着我们天生的结构 一旦我们试图超越自身的局限 就不可避免的进入二律背反 在宗教世界里 永恒的灵魂 伟大的 仁慈的造物主 都是信徒们崇拜和向往的地方 但是 康德说 这并不能证明这门科学是多么令人沮丧 这种神性的血液可以保护宗教 却可以杀死上帝 所以德国的牧师们并不认同康德的观点 他们给自己的枸杞名叫康德 而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康德了 可以说 19世纪 所有哲学都是围绕着他的思想展开的 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 几乎都是受康德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 杜兰特认为 黑格尔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时代的老头子 或者说 黑格尔的逻辑学很难理解 那么 黑格尔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听一个故事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黑格尔曾被要求与一位僧侣比赛 生理需要概括基督教 而黑格尔则需要一句话概括哲学 僧侣说爱邻居就像爱自己一样 我猜黑格尔会怎么做 我写了十本书来概括哲学 黑格尔作为哲学家也有他可爱的一面 那么 黑格尔是怎么看待哲学的呢 他专心致志地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 最后得出结论 在一切关系中 最常见的就是对立 任何想法 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立的 他们互相碰撞 互相融合 形成一个更高级 更复杂的整体 黑格尔称之为辩证运动 那么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事物的发展规律 显然就是历史哲学中的斗争的结论 我们比较熟悉 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矛盾 矛盾是如何解决的 斗争的历史是如何发展的 这显然是一个革命性的结论 但是在黑格尔晚年 他的思想变得保守了 他开始向往和平与安定 而他的辩证法继承者们则分道扬镳 一派比较温和 继承了老年版黑格尔和小菲希特一派的激进派 继承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黑格尔 他们把历史哲学演变为阶级斗争的理论 对黑格尔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后 我们就把目光转向了舒本华 他比黑格尔小18岁 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德国悲观哲学家 在悲观的舒本华后面 是欧洲法国革命 当时整个国家都陷入了一种悲观的状态 这一代青年的精神图腾遭到失败 拿破仑被流放到一个小岛上 波旁王朝的复辟时整个欧洲遭受战火的摧残 而且在那个时代 文艺界的悲观主义者实在是太多了 拜勒海涅和普希金就是其中之一 贝多芬、肖邦等 哥德说 世界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幸亏我年事已高 本华的家庭情况也不多见 性格比较开放 脾气也比较暴躁 可惜舒本华继承了他母亲的骄傲 两人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 哥德曾经对舒本华的母亲说过 他的儿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但没想到 这件事反而引起了母子之间的争吵 舒本华的母亲认为 家里不可能容纳得下两个天才 如果撒谎 他会怨恨母亲 只有通过我 你才有可能被后世所知 生在这样一个时代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舒本华不仅没有得到 反而是母亲对他恨之入骨 难怪他会变得这么悲观 他骄傲自负 忧郁多疑 而且是愤世嫉俗的 也许 他有一种被迫害的妄想症 他不敢去理发店 他必须在睡觉之前给手枪上子弹 他忍受不了任何声音 柏林一所大学邀请他去当讲师 他到那里后 故意把上课时间与黑格尔重合 那时候的黑格尔 可是学术界的风云人物 最后 没有一个学生去听舒本华的课 总体来说 苏万华这个角色并不讨喜 好在继承了父亲的遗产 日子过得很滋润 但是不要忘了 舒本华是一种伟大的哲学 他的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生命意志 他认为其他哲学家都认为 人的思想和意识都是理性的 但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人类的理智深处 隐藏着一种东西 那是什么呢 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人能用逻辑来说服一个人 想要说服一个人 必须抓住他的养处 抓住他的兴趣和意志 不过是欲望的工具罢了 想一想过去发生过多少次战争 现在和将来还会发生战争 过去的人类为了食物 配偶 财产而互相争斗 现在人类为了食物 配偶和财产而互相竞争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为什么人类就不能反省一下呢 众所周知 人往往会反省自己的行为 但是同样的竞争 灾难和暴行仍然不断出现 因此本华认为 人类并没有被理性反思所牵着走 简单来说 我们是被本能所控制的 意志是人类的本质 他追求的是生存 追求死亡 是生命意志永恒的敌人 而意志则是通过牺牲自己的后代来战胜死亡 因此 爱是一件可笑的事 因为婚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延续物种 爱 而这一切 都是大自然的阴谋 既然人类一直都是这样 那么人类就一定会痛苦 为什么意志就是欲望 欲望无穷无尽 而能实现的愿望却少之又少 一种愿望成真 就是十种新的愿望 人生啊 这就是无休止的追逐 疲惫 痛苦 不满足 在这个过程中 人是不能停下的 一旦停下来 他就会觉得无聊 所以才会想要找点乐子 你瞧 新的欲望又来了 新的痛苦又来了 所以即使乌托邦真的存在 那里的人们也同样痛苦不堪 最后 舒本华得出结论 人生就像一个钟摆 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来回摆动 他补充道 人生之所以不幸 是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战争 每一种生物都在为时间和空间而斗争 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 人生就是一个悲剧 注定要失败 哪来的幸福 舒本华认为神学是一种逃避死亡的避难所 疯狂是逃避痛苦的避难所 自杀是人类最后的避难所 但自杀也没用 因为自杀只代表着人战胜了自己的求生意志 但人与人的意志依然存在 这是舒本华哲学的核心思想 他在继承康德哲学的同时 深受东方佛教的影响 认为人生的终极智慧是涅槃 即把人降至欲望与意志的最低点 学会向世界屈服 从而减少痛苦 最后 为了使人类不再走上痛苦的道路 他不想让自己的子孙后代继续承受痛苦 所以我们必须要克服繁衍的欲望 不要再生育了 人类就到此为止吧 这样人类的悲剧自然会结束 这正是舒本华想要说的 杜兰特指出舒本华的这种想法并不令人惊讶 因为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生活的乐趣 他讨厌性 对婚姻的排斥 生孩子是罪大恶极 却不知道 这是正常人的幸福之源 好吧 既然已经说到了悲观主义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简单的说说社会达尔文之父斯宾塞吧 我们大概知道一点达尔文进化论 物竞天泽 优胜劣汰 这一理论在十九世纪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一天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发现 进化论不仅适用于生物宇宙中的万物社会 也是用于历史道德与美学 似乎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 于是他开始研究进化论 并提出了进化公式 当时整个欧洲的知识界都为之震惊 所有进化的事物都是由简单到复杂 他说 由分散到统一 一切退化的事物都会由复杂回归 简单 统一 分散 最终 他会变得苍老 斯宾塞认为 生命不断地调整自己来适应外部环境 但却忽视了生命本身 而生命改造环境的能力 也被忽略了 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很多这种能力 此外 斯宾塞也是强调经验主义 对现象归纳现象 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的代表 对现当代有着深远的影响 就在刚才 我们提到了达尔文主义 这种思想的出现 彻底把旧时代送进了坟墓 随着社会的进步 科技的进步 思想的进步 宗教的统治 它的根基都已经被掏空了 因为旧时代的道德还在 旧世界还在 但随着进化论的发展 逝者生存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旧的道德也开始摇摇欲坠 德国诗人尼采完成了最后一击 尼采说过 在这场战争中 我们需要的不是仁慈 而是力量 不是谦卑 而是骄傲 不是他 而是民主 是为了生存而斗争的反动天才和超人 周本华指的是生命意志 尼采指的是权力意志 生命意志是被动的 权力意志是消极的 意志是主动的勇敢的 基督教是不能为战争辩护的 达尔文主义可以是尼采 尼采认为必须按照进化论 重建道德和神学 生活的责任不在于照顾大多数人 而在于培养和提升少数天才 这是人类进化之路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这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上帝已死 人类的进化目标是成为超人 尼采认为 传统道德是基督教思想中的奴隶道德 主张顺从 和平 安于贫穷 而古罗马的德行则更接近于真正的道德 这是一种男子气概 勇气 冒险 勇气 还有勇气 你还说 人类是一种需要克服的东西 他把我们的生命看作是进化成超人道路上的一道阶梯 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哲学 而是新哲学 新诗歌 新宗教 我们已经听过康德 黑格尔 舒本华 斯宾塞 尼采的故事 了解了十九世纪哲学的璀璨星辰 关于现当代哲学 作者所用的篇幅并不多 我们就简单的梳理一下其中的精华 总体来说 现代哲学就像是一部战争的历史 双方都是物理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哲学家 比如迪卡尔 他们认为哲学应该从自己开始 但在高速发展的社会里 工业和物理学的地位越来越高 自然而然的影响着哲学 给哲学带来了一股唯物主义的力量 现在 我们来谈谈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英国的逻辑学家 哲学家罗素 他生于1872年 于1970年去世 在多兰特看来 他就是其中之一 罗素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逻辑学家 他的主要贡献就是数理逻辑 简单来说就是用数学来研究逻辑 罗素认为数学是最冷静 最精确最高贵的一门学科 拥有真理和至高无上的美 他不喜欢古典文学 也不喜欢其他艺术 他极力主张在教育中增加科学的分量 看看今天大学里的文理科分布 就知道他是成功的 罗素说 世界陷入苦难的罪魁祸首是神秘主义 言无误 思维模糊 在很多人看来 罗素就像是一条长了腿的数学公式 有点无趣 杜兰特认为罗素精通深奥的形而上学 精通精妙的数学 对人类充满了柔情值得一提的是 罗素在1902年受两起超之妖 曾到中国讲学一年 在本书的结尾 作者介绍了几位当代美国哲学家 他们是上世纪杜兰特写下这本书的时候 他们还属于这个时代 但现在 他们已经去世很久了 杜威是这本书的作者杜兰特的老师 也是现代美国哲学家中的实用主义者 他是最后一位哲学家亚洲杜威 生于1859年 死于1952年 他不相信苏本华 他继承了培根 斯宾塞等人的传统 杜威认为 道德和政治是人类最大的美德 如果你仁慈而无能 这家伙也太差劲了 无知并非幸福 而是奴性与麻木 唯有智慧 才能掌握命运 他将透过知识启发我们的行为 刚才我们解读了十几个哲学家 大多数人反对民主 但是杜威却反对 他知道民主制度的种种弊端 但是他表示 仍然认同这个体系 贵族制和君主制 确实比民主政体有效得多 杜威对国家没有信心 他期待着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秩序 在这个秩序里 各种不同的工作 都应该由不同的单位来完成 不同的政党会同时出现 权力 企业与工会 在这种情况下 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矛盾 能够得到调和 这本书的哲理故事 就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下半部分主要介绍 康德哲学思想及其贡献 以及与黑格尔 舒本华 斯宾塞 尼采等哲学思想的分享 最后对欧美当代 重要哲学家的思想 进行了简单的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 杜兰特并不是按照 一般哲学史的方法 来划分时间线 也不是按照地域和流派 来分类的 而是围绕着这些 伟大的哲学家们 讲述他们的哲学 但是听完之后 你会发现哲学史的 主要内容都在这里 好的哲理故事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 这里的精华笔记 明天在音频下面见 词咱们